如果受到女性意识的这种觉醒 我们不得不提您的母亲 在她的那个年代 一位女子去学体育 就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了 我觉得 她的女性的这种自我意识 对您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我觉得潜移默化对我很有影响 她天生就是很追求时尚 应该是这么说 听说在上海 有现代女子体育的师范班 她就要去学习 那时候从重庆到上海 我觉得那个概念 恐怕比后来我们出国还要难 是啊 而且学体育 你说那时候可能学点诗文什么的 还是有的 而且学了回来以后 最得意的就是说 她回来以后在她的母校教体育 那个西方的体育 要女孩子要穿运动服 对啊 蹦蹦跳跳 她还学了一套就是美国的土风舞 跟她音乐要跳 跳集体舞 又引起那个重庆人的极大的惊奇 对啊 都好像什么洋玩意儿 成奇观了是吧 而且有她上体育 那个学校的招生率就提高 是这样的 所以我母亲呢是那种 从来不给我灌输 女子不如男的思想 从来没有 也没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无是德 什么三重是德 一套全没有 她总是鼓励我说 你应该做到最好 我返场 突然合唱队里头有一个人 郑老师 合唱队我爱你 然后又是郑老师 整个合唱队二百多人 我爱你 我都是傻了 我说不出来那种感动 然后她又 我拉长的音调 全场的观众站起来 我爱你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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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真的受不了 你知道吗 是的 完全是意外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时候 这是新的合唱 给我的任何的荣誉 都要贵重 当然 都要真诚 多么真诚 多么真心 因为我们的音乐的目的是 跟大家分享 快乐 智慧 能够得到大家这样的反馈 哇 此生主意 我特别感动 我特别感动 真好 真好 我特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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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